那想問一下,之前有傳出說,您原先規劃2022不進展連任,有規劃將起前來接班嗎? 那2022、2022社規劃,黨中央指導嗎?有沒有溝通過? 那之前還有提到說,其實您有說過今年任期的最後一年說法,這樣是意有所謂嗎? 其實我這一輩子心中只有一個基本,就好好的為國家人民努力做事,引津怕屌 是完全沒有,還沒有評估過說連任的計畫,或是總統大選的計畫嗎? 因為我現在努力的希望,在這段時間,讓民眾能夠,我肉食我自己的政見完成 也讓民眾能夠看到我們這段時間的市政建設,還有哪些做得不足的,我們努力認真的把它做好 市長傳出黨中央有規劃說,在8月底之前要提名這個,新北跟台中的市長人選 那黨中央現在有跟你談過嗎? 那另外的是這個民進黨現在人選還沒出爐,是不是也導致您現在刻意放慢這個宣布連任的這個節奏? 那認為說這個,所謂的林佳龍跟陳建仁,你認為哪一個威脅比較大? 港中央的相關規劃,我都給予尊重,我現在最在乎的是讓新北市的市民,如何能夠過得更好的生活 所以一切以市政的推動為主,我全力以赴 市長你覺得有沒有 我最重要還是自己,要努力的把自己的角色做好 市長你覺得有沒有受到這個恩愛的影響? 我全力的把市政做好,這是我一向的原則 從以前到現在,我就努力把握當下好好的為人民,為這個城市努力做事 黨中央8月提名這件事會不會覺得是代替你宣布連任? 那有評估過張啟臣來接班的可能性嗎? 黨中央的相關的一些規定,我都給予尊重 我最重要的是,還是我自己要努力的把現在的工作做好 讓大家能夠,新北市的市民看到不斷的一個城市的進步 衛生局已經把恩愛的資料給中央,那目前中央有回復嗎? 那交由中央判斷,如果中央說過程有瑕疵的話會有什麼負責? 報告已經呈送給中央了,那等中央如果有相關的一線,我們會再做進一步的說明 那麼,現在我們做的事封ielt便完成的,我們會再做進一步的課 چ 我們會的原來的DefAXD,但是如果有機,我們會再做進一步的課程 awesome,很棒,很棒